先不及时关心的是 加吉吉的丁正社区发展协会 以到主行车报道和历史进水道 以及市民众中和特征的景观 在这里的近年度的生态景观原野讲 丁正你的社区 生态发展是结合到环保的理念 也应该做到营销经营和并提供目标来迈进 历史丁正社区近年五月 在生态景观更压重 上头出的是丁正主行车报道 当初是台藤修替的四十位都职照 经由社区应做的力量 经历经营与主人形态更远 大家做一条正宣布 有个检与服务动机不空间 让主人不正的身份 有环境即将服务 我们社区已经有三百多年就输了 所以说我们保佑很多这种 移旧财富 对这个移旧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应做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的生态更加富裕 所以我们对我们社区经历的 这个台藤人的环境一定有很大当中 装一些白鸡肉 白鸡肉是什么 是这个独角仙它的蜜眼植物 所以说 有这些刀子起来后 我三当做这个富裕动作 结果 这几条有2.5公里的自行车头 像米蕾八百公匙 就有几片的生肌 蓬勃農产味料 这区域也是早期 丁增生命开困保温 纪念生命都做精神 丘班水车 选择纪念 这就是要纪念我们的生云 我们的生云 盟过他们的生命都在黑水轎 来这里在这个 九盆车 牛糙四盆那 肉叉 几个等轻 他们就是 以前同心学力高的人 做会打这个水车 在灌溉这五十几个大房间 让顶庄成为一个很生态的社区 自然工法是一个环保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顶庄社区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它结合了社区的一个先人的一个智慧 它本身社区的特色 还有气势工法的这个环保的一个生态工法的部分 运用在这个自行车道上 也营造了一个绿色运输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推广的一个场所 李树町台秀昆表示 这个区域已经成为 环保生态教育很重要的古典 我们已经好了 慢慢的很多新闻也来了 所有新闻 可以成为小朋友 最高环保生态教育教材 赛金新闻 丛弥董 葛宇七 蔡宏博登